反正这个广美经历过这个事 一听就眼睛就发酸 我觉得医生真的是一个很难为的职业 真的比起各种职业 我前两天在看一个类似纪录片 讲一个台湾的心脏外科医生 他说我每天都在跟死神搏斗 因为开心的手术基本上都是为了救命的 那个手术台上的那个胜算 他根本没有概率可言了 都是死就是活 所以他工作时间非常长 早上六点半他就得报到开会 然后动刀 然后下午要寻病房 寻完病房之后下了班六点多 他还得再继续接着开会 回到家已经晚上九点多了 他说我太热爱我的工作了 因为对我来讲 我只要多拯救一个生命 对他来讲 这是一个光荣榜 所以我就觉得医生 如果没有对于自己的工作 有这么大的一个热忱 这么大的一个信念跟热爱的话 这是非人生活 早上六点半就要到公司报到 那是 然后随时随地 他可能下午一个午休 三十分钟的时间 护士一说 哪个病床的什么什么人 有紧急状况了 他就得蹦 第一分钟就得起来 跟时间赛跑 现在说的医患关系 真的是两边输委屈 你像文涛你这种情况 在你现在心目中 那个主治医生 他就是你心目中的神 他就是天使 对吧 你的一切 你看你这个事情 已经压倒你所有的工作 娱乐这些事 那么所有的你的生活的重心 其实是放在他身上的 他能够就是说 做到什么程度 决定了你的生活的质量 还有很多 包括你们周边亲友的 这种各种各样生活质量 所以这个确实你要理解 就是说这个患者在面对这种 你刚才说冷漠啊 或者自私啊 或者这种 逼得不好的医生的时候 那种痛苦和那种伤心 是什么样子 当然我反过来说 这个你刚才说的那个 中国很多医生 跟他国外很多同行不一样 他是有句话 就以前说鲁迅啊 是横战的士兵 他为什么要横战 因为他一方面要面对 敌人的炮火 另一方面要面对 自己人的炮火 这个中国的医生 有的时候也是这样 你要跟死神做搏斗 你还要跟敌人家属做 做这个不断的在猜疑啊 和这个这种 这种较量博弈当中 没错 去完成这个这个事业 所以说现在真的是 我觉得两边 温家宝总理不是说 要有尊严的生活吗 我觉得现在患者跟医生 很多都过得没有尊严的生活 他这个医患关系啊 是个非常特殊的关系 就是说啊 我就觉得这个事啊 非常要命 因为什么 如果你把他吓着了 那么你想 他可以做到跟我 如果一个医生 试试想到 就说这事完了之后 你是不是告我 那你他可以做的滴水不漏 可是呢 对你的这个家属的病情 到底是不是好呢 对吧 你想有的时候 跟你掏心点的医生 因为家属没法做选择 那家属掏心点的医生 就是说 你不用听我的 但是我跟你说 就是我的直觉 我觉得应该这样 对 但是呢 你可就是 就是我那意思 你要说 好当时你这么说的 那你说 他能负这责任吗 这也是有这个 就很很很难 最近北京市有一个措施 就是以后你去北京市的医院 那个门诊啊什么的 你不能点名了 就那上面 不会再显示医生的名字了 你只能根据说 我们今天有两个主治医师 有两个副主任医师 你就得面选一个 没有 没有名字 哎呦 对 怪不得 这次我还觉得 我想谢谢人家那个医生呢 我说你们有没有名片 他们给我两名片 我没有名片 所以他现在医生 我就觉得特别谨慎 对 特别谨慎 而且你刚才讲的这个也是 就说你从这个 这家里啊 我就觉得真的是 有一个人倒下了 一切的生活都乱 全部都改变 你比如说 你就说我这 我这些天就是好家伙 就是你比如说啊 像我还 我爸爸现在就体会到了 就说三个 说现在独生子女可怜呢 说三个儿子 现在就看出来了 那这这我弟弟在医院 24小时 因为你随时需要叫你 但是呢 家里的老人 这个这个这个 你也得照顾 你也得有这个人看着他啊 你得你跟他在一起啊 然后你要面临着很复杂的 这个比如说病情的损息万变 你一个完全的医忙 你要听种种的意见 然后呢 你要做这个选择 我就说啊 这个我这几天 就是你知道这六神五主 到什么一个就是程度吗 你说我 我带回家 一条内裤 我找了两天 没找着 今天早上找着了 你知道在哪呢 穿着呢 没错穿着呢 哈哈哈哈 我这这这这 我这怎么着呢 就我洗了澡啊 我把那个旧的内裤穿在里边 把那个新的内裤就穿在外边 就脑子完全在想着别的事情 你知道吗 所以你说这个 充分的表现出你心里的不安全感 即即是两层内裤保暖 嗯哈哈哈哈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与其看那些呢 会让你误解真实 以为自己读到是真正历史的 什么细说历史这类书 何不干脆看见历史小说呢 我常常鼓励别人 要认识一个陌生的 你不熟悉的地方历史 看看有关那个地方历史小说吧 为什么呢 因为透过这些历史小说 你起码首先拿到一个熟悉感 跟一种情感上的吸引力 是不是 陕西法门寺开卷八分钟 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科技是品质的源泉 责任是性质保证 品质改变世界 三一重工 杨棗对这个侧候过病人吗 不能算太那个什么的 就是说太托人的那种 也算侧候过 但是我知道那个 有的会更糟糕 就是肯定很多人会比我更糟糕 你知道就是 这个医院里头半夜里 这种就是在外边看着的 这往往就是家属弄一个床弄一个钢丝床 家床对 而且很多你都没法想象 你比如他这个里头可能病人有很多 你这个他这个整晚上 有些看病人的人 也有些不见得是直系亲属 可能是朋友什么的 你在听着他打不客 你知道吗 打不客花拳 还有这种 所以这个 那是并不太重的 也有可能他人家不是直系的 或者就是比如说 有的是三位同事啊 或者那个那个朋友的 托人过来照料那种情况也有 所以就在医院应该多采访采访 他这很很多景况 不是你能想得到的 因为确实是 因为你你我们一般人哈 我们去医院就是那么几次特殊情况 待的比较时间比较久 但是医生呢 他是因为我表姐就是医生 他跟我说过 他说你要是去 你从这个早上八点开始 一直干到晚上 有的时候是八点或者十点 12到14个小时的工作 你那个心里那个疲惫啊 烦躁啊什么的 那是非常难受的 前一段有一个新闻 就是汕头有一位护士 他自己发微博 就说这个 意思就是说某某床的病人 能不能够晚点死啊 等我这个下了班才死啊 你别死在我的班上啊 就说这个 因为明天我要春游呢 就是说法 当时当然这个出来以后 当然被骂得要死 但是被开除了 对被开除了 但是他 我觉得他是一个 第一方面 我成我我相信他是新生 他确实是这个 不愿意那个人死在他的班上 但是这同时也反映出什么呢 就是说 还是我们刚才说的 就是呃 他把实际上把这个病人物化了 他把他只是当成他一个医疗对象 他医疗是特别 医疗和教育都特别 特别特别特殊的行业 就在于他面对是人 而不是面对的一个物 嗯 你说我是一个加班工人是吧 我希望这个不要出次品 或者不要出什么事 不要加班 或者你一个白领你说我今天这个这单活干完算了 我就我就好回家干什么干什么 这可以 这没问题 但当你面对这个人的时候 如果你还有这样的心情的话 呃 这个很麻烦 说说很难让人接受 呃 在处理的时候也会让人很难接受 是 但是你说这种事啊 你说他也是人啊 也是一天八小时 嗯 他面对的这个病人跟他也非亲非故 对 而且都是重复性的 你说真能要求他见到谁都跟菩萨一样吗 对 我之前看了一部美国的电影 嗯 美国的大片 他讲的就是一群医学院的学生 嗯 就是教授在教他们的时候呢 就是要所谓的这个叫做 心理隔离 嗯 你不可以跟你的病人产生不是男女之间的感情 而是你真的是要物化你的病人 嗯 你如果不物化病人的话 你日子播不下去 对 你日子播不下去了 对 因为你每天见到人 他可能明天就不见了 那犹豫症了 是 没事 所以 你的意思是就是医疗人员其实是蛮虚伪的是吧 就是 不是虚伪 我觉得这是一个工作的必要 就是 听起来是很残忍很残酷的一件事情 但是如果他把所有的病人都当亲人的话 那肯定是受不了的 但是他这种感受不能说出来 因为说出来病人也受不了 没错 你就是我我手里的一件行货 你是不是 也很麻烦吧 所以就说我觉得咱们就好像这哪有点蠻牛 比如说是不是医生护士可以挣多点钱 但是呢咱们要专业化 要要敬业 对吧 这个你包括你像香港 这看病挺贵 但他有一辣保险 而但是呢 他这个 接着想来为您播出 春宝总动员